今年秋季模特兒準備重回伸展台 要大家準備好翅膀 這是美國內衣品牌 維多利亞的秘密 最新宣傳廣告 找來當家維密天使 看蒂斯時王普尼拍攝 秀儲背後的我們回來了 申告曾經瘋狂無限的維密大秀 即將重啟 歷來都是大咖歌手獻唱 維多利亞的秘密 從1995年 就年年舉辦超模時尚秀 一路成為空前絕後的盛大表演 由於讓超模在伸展台上 背起翅膀 又被稱為維密天使大秀 但過度強調嫌瘦身材 讓品牌陷入公關危機 業績逐年下滑 在2019年黯然取消維密天使秀 其實維密曾在2023年時宣布回歸 不過當時是一個靜態展演 透過時歌朗誦鋪放為電影 超模影言傳達品牌訴求 但這哪能跟過去風光的 維密大秀相比 上一回2018年的天使大秀中 還看到超模流淚告別舞台 好在過去四年 維多利亞的秘密積極轉型 形象廣告中出現更多元膚色 和身形的女生 再度贏得市場認同 今年天使重新降落人間 會帶來哪些與眾不同的視覺想念 讓全球粉絲高度期待 簡訊新聞以後就報道